本席看到这个协定呢 非常的振奋 非常的肯定 本席是完全支持 我想这是是不是属于我们活路外交的一部分 当然是 我想我希望我们活路外交 有这么一个好的开始 虽然教廷它是一个以宗教 天主教为主的一个国家 我想这个就是它的特色 那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 是不是也应该准时 来去做不断的尝试跟突破 对我们未来的外交 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是的 我们一定会在其他邦教国 我们也全力来推动各项协定的签署 来强化双边的外交关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本席也认为 中共 因为它是以共产党领军 所以它是一个无神教的国家 无神教的一个政权 那更好 正好跟我们民主国家是一个对垒的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正好是一个自由跟集权的一个分野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方面 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特色 能够推展我们的优点呢 我想在国际上对我们是有利的 不知道赤党认同吗 是完全认同 第三个我想这件事情 会不会对我们其他的邦交国 不管是已经是现有的维持的邦交 或者是我们正在谈判当中的这些 应该是有所注意跟启发的 我想这个尤其是宗教的国家 属于这个天主教的这一部分 我想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这个优点 优势来跟这些国家加以沟通 是的 尤其我们在这个中南美洲的国家 邦交国里头 许多都是天主教 天主教的 对的 所以透过这个关系会 我想双方的关系会更加的密切 是是 更加友好 是 谢谢 我想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请教一下教育部次长 次长你好 请问一下 请教一下 这里面的这些学定 我们知道这些 我们现在在台湾相关的 这个天主教的这些学校 它是存在多年了 对 那这个学定没有成立以前 他们这些学历是不是不被承认的 在运用上是不是有障碍 有没有追溯既往的这种规定 目前啊 因为在过去 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一些 教育的相关的大学 所以他们 我们的学校 我们比如说辅仁大学 他要跟他们来往合作的时候 因为学问的承认的问题 都受到障碍 所以希望两边协调 希望这个案子赶快通过 我是希望这个案子 在我们这个立法院通过以后 给前面以往的障碍 能够完全清除 是 谢谢 谢谢